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收听每日福音 我是葳葳 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周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 福音经文在马豆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七节 那时耶稣说 你们听过这句话 不可奸淫 但我告诉你们 凡注视女人而起淫念的 这人在心里已经奸淫了她 如果你的右眼使你失足犯罪 把她挖出来扔掉 宁可损失一个器官 比你全身被投入地狱更好 如果你的右手是你失足犯罪 把她砍下来扔掉 宁可失去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下地狱更好 古人又说过 谁若修妻 应该给她一张修书 但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除非因为妻子淫乱 否则就是使妻子犯奸淫 谁若娶被修的妇女 也是犯奸淫 法律能约束人的行为 却不能约束人的心思 外在的行为根据于内在的意念 在婚姻的议题上 专心一意 自然就不会感情出轨 或是闹离婚奸淫了 然而 有时候我们虽然遵守了法律 但心思意念却是远离天主 当人格一旦分裂 生活自然就混乱了 今天耶稣指出问题 并邀请人回归纯洁和完整的心 要忠实于蒙月精神 现今仍有许多因婚姻和家庭问题 受苦的人需要人格成长和整合 而教宗方济各 在爱的喜乐劝愈当中 邀请我们去陪伴他们 协助分辨 并引导他们 回归天主创造男女和婚姻 这美好的计划 今天的福音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